从未来的晶片制造会成为美国 市占率就已经高达了70% 而我相信这个比重在台湾的IC设计产业应该会更高 专家评估美国扩大禁令 到时台湾将没有任何半导体产品能外销中国 就连已经在中国设厂的台湾半导体公司也一样 严重冲击台厂订单 我想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跟美国在配合为主 我们会不得已只好配合它 像台机电也到美国去设厂 我想短期影响可能是有了 如果长期来看 我想我们的企业家都很灵活 应该会有想办法来调试 两大国晶片竞赛华府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表示 新措施能让北京倒退好几年 虽然不会让中国放弃晶片制造 但至少拖慢他们的速度 加上台海紧张局势升温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估算 一旦中国入侵台湾 加上台积电损失 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一兆美元的破坏 是半导体产业全球年销售额的两倍之多 传出拜登政府早已沙盘推演 如果中国武力犯台最快打算将优先撤离台湾半导体工程师 经济部随即发表声明表示 这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意见 国际间也该体认 投资在台海区域的安全与稳定 才是可长可久的最佳策略 一旦台湾不稳定 势必危及亚太区域 台湾不会是唯一受到影响的地方 台海不安 中国也将自伤 经济闻 台湾红卫桃采访报道